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今年的高通骁龙8G2跟8PAS可以说是两开花了 出色的性能跟能耗表现 也令这两款芯片在各自的价位机型上占据主导地位 可以说自8PAS开始骁龙回暖 也让连发科这边多多少少有点尴尬 高端这边打不过 中端这边高通又发布了骁龙7PASG2还以反击 而发科目前来看也只能在中低端或低端机型市场这边 才能分到一杯羹 这样的情况发科自己肯定也知道 所以发科也不打算再藏了 就在日前 连发科官宣全新旗舰处理器天机9200PAS 并宣布该新芯片将在5月10日发布 截止到目前 虽然官方还未公布9200PAS这颗旗舰新芯片的详细信息 但早在上个月 关于这颗芯片骑士零零碎碎 就已经曝光一些信息了 首先从名字上看 很明显 这就是9200的加强版 据爆料称 9200PAS还是采用跟9200一样的 台积电第二代4纳米这场工艺 且同样保持1加3加4的CPU架构规格 但相比原本9200的3.05GHz X3超大核 2.85GHz A715大核 1.8GHz A510小核 9200PAS这边丧心病狂的将X3超大核 I715大核 I510小核分别提升至3.35GHz 3.0GHz 2.0GHz 对比现在骁龙8G2的一颗3.2GHz X3 加2颗2.8GHz A715 加2颗2.8GHz A710 加3颗2.0GHz A510 这主频调小可以说是非常激价 甚至对比三星特工版 3.36GHz A710小核 3.3GHz A710小核 3.0GHz A710小核 这9200PAS也没有再怕了 最终安兔兔跑分1358597 将近136万分 比目前130万分上下的骁龙8G2 是要猛的 如果细分到各个项目 天玑9200PAS在CPU和GPU的部分 都要比骁龙8G2要高分一丢丢 但在存储部分的成绩 天玑9200PAS则略低于骁龙8G2 看来这次发格终于要硬起来了 至于首发机型方面 目前所有爆料 都指向了IQ全新的NIO新机 IQ-NIO8P 而IQ官方也算是坐实了吧 IQ-NIO8P 在配置方面 这款新机除了首发搭载 天玑9200PAS芯片外 还将配备16GB LPDDR5i 加512GB UFS4.0大容量存储 向中国产1.5K高频PWM调光柔性直屏 5000万大底主摄 120瓦加5000毫安时也都不拉 有意思的是 这次IQ-NIO8系列还是双平台 也就是说 除了首发搭载9200PAS的IQ-NIO8P外 还有一款标准版的IQ-NIO8 而IQ-NIO8如无意外 搭载的则是骁龙8PAS 骁龙8PAS文落成替博了 考虑到天玑9200PAS在5月10日发布 所以IQ-NIO8系列 应该也在5月份左右了 作为主打性能的终端机型 台阁觉得这次NIO8系列依然会以大电池 闪充 性能 散热作为卖点 也就是所谓的电竞游戏机型 至于设计 机身用料吗 相比之下就会没这么出色了 但IQ的拍照 在同价位机型上还是稍显优势 怎么说背后也是背靠Vivo吗 至于售价的话 参考上代NIO7系列 应该会在2500到3000价位断吧 也就是目前各家骁龙8PAS机型所处的价位段 考虑到NIO8PRO搭载的天玑9200PAS 拥有媲美8G2的性能 那么8PAS的价格 买到几乎8G2的机型 用旗舰狙击刺旗舰 确实有点降维打击的味道了 也算是超高性价比 除了IQ 有消息称红米01一款重磅机型 也将搭载天玑9200PAS 那就是Redmi开60至尊版 Redmi开60至尊版 具体配置暂时没有太多爆料 但大方向还是有的 除了搭载1.5K高刷屏 白瓦大电池 还有可能加强质感 或许就是在暗示 红米终于要用上金属中框了 这波不得干翻了 另外该博主也暗示过 K60至尊版可能会用上独显插针芯品 相信在游戏方面会有不小的提升 不过就目前来看 K60至尊版可能要等到第三季度 才能和大伙见面 换句话说 起码得等到7月甚至更后了 话又说回来了 天玑9200PAS 虽然在跑分上比骁龙8GR还要忙 但也有很多东西 需要等到真机出来之后才能下定论 比如功耗能不能压住 影像有没有改进等等 再加上今年高通的表现 也重新硬起来了 联发科想要载冲一波高端 还是有点不容易啊 总之希望发科这次能成 让高通继续感受到压力 那么问题来了 你看好这次联发科天玑9200PAS的表现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